我们的政府真的很佛心 机场快塞免费大放送 而且为了要发快塞 还编列了935万的预算 使用的则是今年度的防疫业务费用 不知道到底是要发几点的 这笔预算主要用于发放人力 包括淘机一二航下 出入近8个发放点 以及早晚班每天共32人 期间从今年1月到3月 目前每日发放数量约10万计 已经送出了727万计 储备量还有1745万计 只要执行到3月底 并不强求一定要发完 如果过校期借期销毁 恐怕又要一笔预算 宝贵的快塞资源如何有效发放 让衛福部伤透脑筋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